7月6日海震文工团青年独唱演员常思思 举行了个人独唱音乐会的新闻发布会 金铁林 江坤 蒋大为 王立光等歌界著名人士 亲民现场为其助身 各位专家针对常思思的演唱特色进行点评 气氛热烈便给予了高度赞扬及肯定 在两年前北京音乐厅不插电音乐会上 常思思用辉煌甜美的声音 使在场众听众未知震撼 而此次常思思春天的芭蕾个人音乐会 除了将线上最新的原创歌曲和耳术能详的经典名歌之外 还将邀请三位著名歌唱家同台演唱阵容空间庞大 首先我的主持人是周涛老师 指挥是李新曹老师 然后现场演唱的嘉宾有颜维文老师 吕继红老师和这个戴玉强老师 他们会分别和我对唱三首歌曲 被誉为《花枪美少女》的常思思 此次还特意为音乐会准备了一首没有歌词的纯花枪歌曲 作为以声调多转折 脱香格外长为特点的花枪唱法 难点会不会拿来和神曲忐忑做比较 对此常思思表示不愿与神曲相提并论 但是像我的这首歌呢 我希望它是从这个艺术上能够 在艺术上立得住 而不是我不想把它搞成比较怪啊一类的东西 所以神曲我觉得也不希望按上这个 据悉常思思个人赌上音乐会春天的芭蕾 将于7月19日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